大家好,我是大雄 5月17日,俄军损失了1,210名军事人员 13辆坦克,43辆转达汉车和36套火炮系统等装备 乌韩武装部队正试图将俄罗斯人击退到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伯克村方向 这个村庄距离哈尔科夫约40公里 距离俄罗斯联邦边境10公里 在哈尔科夫方向,敌人并没有停止试图突破乌韩军队的防御 自今天开始以来 战领者两次向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定居点方向 袭击了乌韩武装部队的阵地,但没有成功 声明说我们的捍卫者正试图将敌人推回赫里伯克定居点的方向 在过去的一天里 敌人在哈尔科夫方向损失了多达200人和42辆军事装备 从今天开始的时刻算起 俄罗斯的损失已达到了19人员和10辆军事装备单位 乌韩国防部长说 武器迟到了,俄罗斯人正在利用这一点 交货延迟了六个月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扩大了前线 我们无法使用这些武器 乌美罗夫强调,尽管武器供应出现延误 但乌韩国防军仍在坚守阵地,并击退袭击 他说,我们还试图从边境城镇撤离平民 他们正在炮击,我们正在坚守阵地 作为部长强调,乌韩需要更多的防空系统 火炮,步兵战车,装甲域名车和弹药 当被问及美国的援助,是否到达前线时 乌美罗夫回答说,是的 但他补充说,问题在于武器供应的延误 俄罗斯军队连续第二天 在设备的帮助下,袭击了恰奇夫亚尔 在战斗中,乌克兰武装部队设法摧毁了俄方的装备 乌克兰武装部队指出,俄罗斯人连续第二天 在诺维定居点方向,广泛使用装甲车 该部城,因此在过去的一天里 拥有两辆坦克和二十辆步兵战车的俄罗斯部队 试图泄入我们的战斗编队 但遭受了损失并撤退了 今天,俄罗斯人已经使用了一辆坦克 两辆步兵战车和两辆虎式装甲车 在战斗中,乌韩守军摧毁了一辆坦克 和两辆步兵战车 敌人再次撤退 泽连斯基城,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 可能是第一波袭击 据他介绍,俄罗斯的攻势可能由几波组成 在哈尔科夫地区,这是第一波 他指出,总的来说哈尔科夫地区的局势 已得到了控制,但不稳定 特别是据他介绍 俄罗斯军队在被乌克兰军队阻止之前 沿东北边境渗透了5到10公里 他说,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明白他们正在深入我们的领土 反过来则不是这样 这显然是他们的优势 但是他补充说他仍然认为 对俄罗斯联邦来说 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至于哈尔科夫 是,至于哈尔科夫时 泽连斯基认为 尽管他们明白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俄罗斯军队想要攻击这座城市 此外,他们明白我们有长期战斗的力量 与此同时 据他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我们将被迫建立一个安全区 泽连斯基称,俄罗斯没有足够的力量 像2022年那样攻击基辅 泽连斯基还指出 俄罗斯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对首都进行全面进攻 就像入侵开始时一样 总统强调,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国 不应表现出软弱 他呼吁部署两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以保护哈尔科夫地区的天空 他们就像野兽一样 如果他们在这个方向上 觉得乌军是软弱的 他们就会施加压力 泽连斯基宣布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新轮反攻的前景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有新轮反攻的前景 但首先,乌军需要稳定战线 并阻止俄罗斯的进攻 有前景为此 首先必须稳定前线局势 现在不稳定 现在轮到他们了 他们必须被制止 我们将阻止他们 然后我们需要为旅配备适当人员 以便依靠下一步行动反攻的 当被问及乌克兰武装部队 是否会在2025年进行反攻时 泽连斯基回答说 我不能说 但我知道 但我不能说 泽连斯基认为 乌克兰将于2024年接收的第一批F10 在前线将不会发挥关键作用 他说 今年第一批不会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需要公平和理解的对待一切 第一批不会起关键作用 因为他们的数量不足 但这些只是第一步 他说 英国国防部在5月18日的 每日情报更新中说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成功袭击 导致俄罗斯防空系统 正在失去有效覆盖 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设施的能力 英国情报部门评估了 乌克兰对克里米亚俄军目标的最新袭击 因此在5月15日凌晨 由于这次袭击 贝尔贝克机场的S-400系统的要素 包括雷达和发射器被摧毁 此外至少有两架米格31飞机 在地面上被摧毁 这是俄罗斯上个月第四次失去防空系统 同样在早些时候 乌克兰武装部队 对埃佩特里山的雷达站 以及詹克伊机场进行了成功的袭击 乌军的这些行动 导致俄罗斯保护克里米亚 周围领空的能力降低了 情报表明 俄罗斯联邦将被迫分散空中资产 或冒着损失更多飞机的风险 或从其他的方向重新部署防空系统 此外 由于A50远程侦察机的分散 俄罗斯人将不得不增加飞行小时数 和战斗机飞行频率 反过来 这将导致其飞机维护问题的增加 二 2024年初 由于乌韩无人机的袭击 俄罗斯损失了14%的炼油能力 并导致国内燃料价格上涨 俄罗斯部分炼油能力的丧失 导致国内价格在3月中旬上涨了20%到30% 并引发了出口暂停 以专注于满足国内需求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中 对此进行了说明 负责监督对乌克兰援助的监察长 罗伯特·斯托奇的报告中 对此进行了如下总结 为了减轻这些袭击的影响 俄罗斯从3月开始 禁止汽油出口6个月 开始从白俄罗斯进口成品油 计划从哈萨克斯坦进口 并优先考虑俄罗斯铁路运输石油产品 而不是其他运输方式 分析仅涵盖了从1月21日 对乌斯基·卢加电厂的第一次袭击 到3月24日 对辛切尔·卡斯克电厂的袭击的两个月时间 与此同时 对能源设施的袭击 对俄罗斯军人和平民的电力中断 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发电能力 世界第三大 并且其电网高度冗余 目前前线局势紧张 俄军同时向多个方向进攻 俄罗斯军队希望突破乌克兰五弱部队 在阿富地夫卡地区的防御 占领巴克特方向的恰西菲尔 这将使他们能够深入顿涅茨克地区 此外 俄罗斯人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北部发动进攻 俄罗斯人的前进已经停止了 但内里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过去的一天里 整个前线发生了116次战斗冲突 自5月18日开始以来 已经发生了22起战斗冲突 其中一些冲突截止至基辅时间5月18日 13日仍在进行中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熊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也很低 希望宽余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的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 赞上码进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往后改进 大熊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您不宽宇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熊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先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见